刚刚到达巴提亚了 第一件事就不顺 打车打错站了 我们订了一个算是 轻侣吧 然后打车来了 结果有两个相同名的轻侣了 我们现在就要走一公里 去我们订了轻侣 我身后 那个饭店有一个 白人团 全是白人老头 来这组团找媳妇 中国男的也来东南找媳妇 老白也来 组团找媳妇 到大路上了 巴提亚对巴提亚没有公交的 出门凭人 他们多做这个车 很多海鲜了已经 这我家不限量海鲜自助 100元人民币 499台铢 100元人民币 我们住这条街感觉好像 定的位置那什么 这两边全都是 陪酒的女生都是 还打招呼呢 我旁边我女朋友在旁边就跟我打招呼呢 太狂野了 刚看一下时间现在其实也早七八点钟 还没嗨起来呢 可能半夜我估计就彻底嗨起来了吧 我们订的轻旅跟酒吧是一体的没想到 到房间了 比我想的要大呀 谢谢 这多少钱一碗 这个八十块一碗 我靠山路住那个酒两张床也八十一碗 这还在独尾还有阳台好像 给 you open呢 好像是阳台吧 算半个阳台 半个阳台啊 算半个阳台家人们 不过比那个曼谷靠山路是大好多 这家房子 我天 曼谷靠山路的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就到这就没了 这边多这么大一块去 还有个小客厅 还有微波炉 水 我还发现这里边全是饮料 哇 想喝 不过喝时间看多少钱吧 估计还是要出去买 这边饭的话 基本一百台铢二十块钱 就是还算正常吧 这种猪肃都吃了都鬼 外边可能一半家去了 饮料呢 都没有饮料价格 让我看啥 难道是免费的 no price for drink 准备出去吃饭了 潮湿运动 前面酒吧还有表演 喷火表演 一管弯酒吧更多了 好像住到这个巴提亚的酒吧街了呀 看来今天晚上睡饱觉了都 这次巴提亚算是巴提亚的公交车吧 20好像是20泰铢啊 一齐铢就要看看 那我来说 一点点 一千里 傅 我们来看看 我来见 这些赛读 不过来 看见 你 你 你是 这些赛读 vous 是 这些人 太饿了 先来吃饭 好像是小火锅啥的 自助餐吃的是 他一直想吃螃蟹嘛 就找一家螃蟹自助 300菜猪 60块钱一个人嘛 还有虾 然后 对面肉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一会问一下 蓝爪子的虾跟螃蟹 你们看 这排也是能拿 这排是肉 蔬菜 这是自助的木瓜沙拉 还有方便面啊 什么鸡块也有 突然发现 还挺丰盛的 还有冰淇淋 不过好像单收费 哎呀 虎湿 烤成这样应该熟了吧 我真的挺烦吃这种烧烤 火锅啥的 还得等 而且我掌握不好火后 尝尝吧 先 这是这个料啊 应该是甜辣的 尝尝虾 还挺烫的 看样子熟了 应该熟了吧 看今天晚上辣不辣肚子吧 包个虾 我要累死了 加点酱尝尝 应该熟了吧 好想吃国内那些酱料啊 这边就甜辣酱 泰国基本就甜辣酱 咱人真烹饪的妈呀 他拿了好多玉米方便 这时间太长 都成鱿鱼干了 咬不动了都 我刚才知道妈呀 第一次吃螃蟹 我没想到他生活在那个安塔利亚海边 他竟然第一次吃螃蟹 他不会吃 他还问我怎么吃 但其实我也不会 你看你们看我吃的 我也不会吃 我就瞎啃 他真是问错人了 他我也不会吃螃蟹 他现在在研究怎么吃呢 我让他问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问 现在还不高兴 金针菇啊 家人们 妈呀也是第一次吃金针菇 说实话 跟土耳其全是没见过金针菇 螃蟹好像高级餐厅有吧 平时你吃饭 土耳其好像全是没见过吃螃蟹 没想到咱们经常吃的 土耳其都吃不到 疯狂吃金针菇的妈呀 被我抓拍到了 一盘子金针菇 我说 你是美丽 妈呀 爱你 他不让我看 现在吃完了 准备走了 我这次吃的最多 没想去按这西瓜 这种盘子西瓜 我得吃了五六盘 两嘴一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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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吃饱了 这顿饭吃了三个小时 已经12点了现在 现在来提前买一下去青麦的汽车票 汽车站名字 巴士时间表 第二个就是青麦 第二个 现在到了巴帖里边比较聪明的景点啊 真理寺 妈是网上买票的 那有一个网络订票的地儿 可能还要换实体票 这边还是九成九中国人 他自己去了 因为我没啥兴趣嘛 我就不夸这个钱了 票也不便宜 八十块钱 你再看一个寺庙 算了 妈呀刚出来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那贴了牌子说不让拍照 不知道录像什么 但是妈呀说好像还是拍到录道了 当然有个网络来看给大家 在背后一个他人 在背后一轮他人 门口人家店吃饭贼贵 外边50泰铢 那家店卖100泰铢 现在准备坐车回酒店了 拜拜